回答说,陛下今天正在见他的大城门,但如果你想见他,你必须快去见,明天可能就太晚了。 我不知道他要等多少时间才能见到他。 诸从行李中取出生意和通关文书,把它们给了唐僧传上生意,把通关文书放进袖子里。 他对他的徒弟们说,留在这里,请不要缴任何的麻烦。 然后他沿着街道向王宫走去,他遇到了王宫里送信的人。 唐僧告诉宋信人他是谁,他为什么要见国王。 宋信人告诉了国王,国王同意见唐僧。 唐僧走进宝座房间,在国王面前磕头起来起来,国王挥了挥手说,他让唐僧给他看通关文书。 看完后,他说,亲爱的和尚,正听说过你的皇帝,正听说他有一次病得很重,告诉正他病后是怎么又回到生命中来。 他 Philosophy Ab包 Gods